我這個金色力量還要教大家 良力射精 天啊 都在亂刪 我真的沒有看錯嗎 老公爵可以查一下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昆鋒 歡迎加入今天的 說到了這個當塑膠 其實 塑膠到底有什麼好當 以前我還一頭霧水 但過去呢 真的因為謝和弦一句說 賣給台灣人動這首歌啦 結果Google才發現 原來是八年級同學所發明的 這個塑膠是什麼 就是把它好像當作不存在 沒感覺啦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過去不管在媒體 在政壇服務的時候 經常什麼 選錢啊 讓各位很傲嬌 但是選後就把你當塑膠啦 是 真壞 真壞 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傾聽 年輕人的聲音 總統也這樣講 市長也這樣講 議員也這樣講 立委也這樣講 有沒有哪一個真正聽進去的呢 我們就藉由這個節目 讓你們聽到 年輕人真正的聲音 不要把他們當塑膠 當然啦 今天有來自各大專院校的 KOL意見領袖 YouTuber 視頻製造者 謝謝 謝謝 怎麼都沒反應啊 這優秀青年原來這滿優秀 今天還要討論到他們的薪水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現在年輕人 對於這個世代 有人叫他們 崩世代 這些優秀的同學們 他們的看法又怎樣 不過說到的塑膠 我身邊這兩位 這不是香蕉 不是說我們是塑膠 不是不是 這不是香蕉 香蕉 這個今天的特別來賓也很特別啦 一位是金童 一位是玉女 嗚呼 嗚嗚 嗚嗚嗚 不只有銅還有金 而且我這個金射力量 還要教大家 量力射金 嗚嗚 這NCC沒有太多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接下來另外有金童就有玉女 是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邱明玉小姐 嗚嗚嗚 邱明玉今天我們要發揮 大媽世代的力量 告訴大家 對 23K沒關係 哪一年工作不好找 每年工作都很難找啊 那今年呢 為什麼特別難 我想主要還是疫情的關係啦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大家 可以看看自己好工作的機會 畢竟有好實力的話 好工作還是會等著你的啊 哎呦 哦 媽媽都這樣講對不對 媽媽都這樣講 好 那我們來看看叔叔怎麼講 其實我自己 沒當議員以後就一直在失業 你靠 那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給大家一點建議就是 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其實我們如果 我與其要給那種冠老闆請 我們還不如 當自己的老闆 哦 耶 好不好 但是創業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今天金童玉女 給大家破解 有沒有學長姐要發表一下 選我 選我 選妳 對 對 學姐 學姐是不是 對 我今年碩士畢業 然後滿心歡喜的去一一找工作 結果我一看 天啊 都兩萬三 我真的沒有看錯嗎 老公覺得可以查一下嗎 我在 哦 哦 因為我之前有跟老闆們聊過 他們都覺得 你大學畢業領這個起薪很正常啊 我們還要教你耶 其他同學都是這種想法嗎 Cue我 Cue我 Cue你幹嘛 這年輕人代表有話要說 你算資深年輕人嗎 出社會大概一兩年了 哦 對 就剛剛提到那個碩士畢業的23K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可以先想一下 為什麼我當初要念碩士 可以分為兩個點講 第一個 念碩士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然後念碩士是為了自己的興趣的話 那23K 為什麼市場要符合你的興趣呢 那如果你是為了加薪 薪水比較好的而去念 然後發現公司只有23K 那明顯就是你功課做不足嘛 我做滿足的 然後再問一下你自己是 為了興趣還是為了錢 因為我爸不努力說叫為了錢 為了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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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嘛 他做了功課發現23K 然後又是為了錢 那為什麼不總換跑道呢 我想換啊 但沒東西換啊 就開始是能力去學啦 就是有很多機會啊 像我一開始原本是經濟系 那我現在也做完全跟經濟沒有關係的事情 因為我下去做 不是只有想 你不覺得這樣人是很脫的嗎 哦 哦 那我就 我就去拿23K啊 對啊 那你還要付房租耶 那 對啊 那你想拿二的錢 所以你住家裡對不對 對啊 我住家裡 好啊 其實有沒有住家裡 在台北市差很多 那你可以住他家裡 秀哥爹地 真的有點 我覺得我覺得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的學校 你的學校跟你的科系很重要 因為像我自己 你不會醫學系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醫學系就不在這裡了 沒有啦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設計系的啊 然後我們比較注重的是能力吧 在我這個行業裡面 就是你能力越好 你能領的錢可能就越高這樣子 所以學姐沒能力喔 對啊 沒有 科系看科系 你是好奇說那個23K的 那你是應徵什麼樣子的工作 是什麼公司 我做去應徵影視業 影視業 對 就是小編之類的 但就是所有底薪都是23K 然後 我還沒有問老健保呢 我扣下去應該只剩28K 哇 剛剛大家聽大家講 不過一個關鍵啊 你來到考碩士之前 阿彤哥 你要去劍橋 你就知道你要做什麼嗎 我一直都很清楚 剛剛 我在聽這一些 討論這個低薪 我覺得 這跟我的想像 我覺得差太多 我覺得 大家現在怎麼那麼可憐啊 碩士畢業2萬3 這太扯了 這老闆太無良了 真的 你這些老闆 他一個月可以賺多少 他們少說都幾百萬耶 你叫他把他去打高好夫球 把他去喝酒 然後去叫傳播妹那些 撥一點給大家就好啦 我給連工讀生 工讀生的薪水 我都是用 三萬塊為基準 然後是 周休兩天 一天八個小時這樣算 好不好 公圈你趕快套 你趕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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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來應 來應徵的真的很多 但是我只能請兩個 我都可以做得到 那一些老闆 每天過得那麼好 每天山珍海味 然後 不是說 有包二奶 三奶 四奶 包一堆 你把你包二奶 三奶的錢 給大家就好了 真的 真的 可是我必須憑良心講 就是說 如果兩萬三大概 他是國內的碩士 如果國外碩士 當然就是可能再加個五千塊 可是對老闆來講的話 當然他會希望說 你來這個公司 你要爭取好的薪水 你要跟我講說 你能幫我公司帶來什麼 雖然我是菜鳥 可是剪接啊 對不對 這個什麼公關啊 什麼我通通都會啊 你寫PowerPoint 我都會啊 所以我不只這個價錢啊 那我要問嘉妮 好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要找工作的話 我會考量到說 這個工作它 有沒有可能讓我 升遷的機會 然後 就是其實短期內 可能一年之內的低薪 我覺得我還是 比較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它有 調漲的這個幅度 跟空間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會做下去 就當做累積經驗 可是如果 它比較就是沒有彈性的話 我可能就會考慮 就是離開 就是再找下一個工作 可是你們現在找工作之前 會不會 但是我覺得就是 工作在對自己的人生履歷 算滿重要的 所以還是要謹慎 我覺得這個世代 遇到疫情 每個年輕人都遇到 這樣子的不友善的情況 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那更不要提 這個才升大二 你三年後 我覺得工作得不好 自己會不會 聽學長姐講一講 開始害怕 其實我覺得 現在就是 對啊 就是也是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覺得 重點就是 酒沒有移動 是否要關閉廁所照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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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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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繼續 好 就我覺得 我們現在不靠父母 我們根本就沒辦法活 你看 措置出來才23K 然後想結婚 然後想買房子都不可能 這邊有個研究就是 就是獨頂大的人家裡都比較有錢 就是因為他們有錢 他們才有辦法去學一些才藝學 英文啊 學一些外文 然後出國交換 然後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啊 然後我們沒有錢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只能就是低薪 然後階級複製啊 這就是階級複製 我有想法就是我有時候在懷疑一件事情 台灣居然要要求學生 我們從小時候就是要要求說 我們要學好國文 數學 還有一些理科 也要兼具勇氣 智慧 所以我在懷疑是台灣是不是一個 發展太空科技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想問說 台灣是不是對於那個 沒有能力的人是比較不友善 我告訴你 不只台灣 全世界都不友善 但是同學點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經常希望大家做到很完美啦 那沒有辦法 這就是現在遇到的殘酷狀況 只是你們今年更慘嘛 現在有的人就直接寫說 我的志願要當富二代啊 爸爸 爸爸努力一點好嗎 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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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像我們小時候 然後父母就會常常跟我們說 我們過很爽啊 然後他們小時候要種田要幹嘛 我們還可以去學菜 所以你爸是地主就對了 可是現在就是大概我們國中高中之後吧 到這個年紀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說 我們這一代其實很可憐很辛苦 因為其實我們出社會之後 我們面臨的是第一星嘛 剛剛都有講到這些問題 那我自己也在想說 像父母那個以前的年代 是中小企業為主 但現在台灣是不是慢慢 往大企業的方向去發展 我們之後會不會有可能 跟韓國一樣 變成一個財團化的社會 那年代就會影響到很多 像是剛剛講到學歷啊 這些問題 那社會壓力就會整個變得很大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 不是但會遇到的問題 那大家覺得說 薪水的配置上 兩萬三花得夠嗎 我都沒有打工過耶 我也沒有面試過 真的啊 你不是正二代就負二代 我都不是 你是開超跑FIN就對了 你自己不會想要說 像聽到學長姐這樣講 先在大二大三 或先去接觸一下打工這種環境 有啊我有在想啊 想而已 那我有很多朋友他們不是台北人 所以他們就會來台北找工作 其實台北工作薪水沒有比較多 但就是有職缺 所以他們就上台北來 但上台北面臨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要租房子 可能八千多到一萬 然後你一半的薪水就沒有 然後有些人還有保險費 所以這樣子的薪水根本很不到錢 我現在還沒有找工作壓力 可是就是如果出社會之後 是兩萬三的話 其實你包括像是比較熱門的工作 都在大都市的話 你要來從鄉下或者比較 比較 你是台北 你是在台北出生 沒有 台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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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是鄉下嗎 我住的地方是鄉下 不要再過來 有在南北了 危險危險 那你台南來有沒有很多那種感觸啊 對啊像包括生活水平的消費啊 那還有房租啊什麼的話 就會來說就是 比南部來說其實是相對很辛苦 可是比較熱門啊 或是比較多的工作機會 都在大城市 所以我們可能又不得不的來到 就是台北啊 或是比較繁華的地方 你那時候怎麼沒有想去高雄 就可以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現在可能發不起來了 所以我追問一下 駱駝 在南部工作的話 你第一個選擇還是 這個以台北是第一志願 對 那高雄其他 或台南市本身 你是不會多做一些考慮 也不是說不會多做考慮 可是就是他開的工作機會 就是相當的有限啊 比較一些熱門的行業啊 也就是開的職缺啊 或是薪水 雖然會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對於大城市生活來說 其實那個生活的壓力 還是非常大的 哇那這邊 因為這邊都是 今天好像來的是 社科院的同學比較多啦 我是船院的 就是我是新聞科 船院是學是 傳播 海洋大學 我以為海洋大學 沒有沒有 然後我是學新聞的 因為現在電視台 就是也蠻不景氣的 不景氣不要看我 我已經明開電視台了 所以我可能會傾向住家裡 因為像我是基隆人 然後電視台很多都在內湖嘛 然後其實蠻近的 然後通勤人也很多 所以我應該就會住家裡通勤 然後錢那麼少的話 基本上我也會覺得說 可能這些錢就是 夠我自己一個人 去做一些開銷的動作 所以我其實現在的狀況 也不會想要結婚 也不會想要生小孩 就是覺得好像 如果要做這些行為的話 就會有一個重擔這樣子 提供一個比較正能量的啦 譬如說像這邊的同學 如果還在學像政治系的話 我認為就是說 你在學的時候 就應該要去尋求跟你相關科系 打工的機會 譬如說像傳閱的 你就可以去電視台打工 對 那你在電視台裡面 你又可以賺到工讀生的錢 幫你負擔一點房租 那另外你可以 可以學習剪接啊 學習寫稿子啊 學習過音啊 對不對 大家下班之後 趕快來找小玉姐寫寫字 OK 如果你們把E-mail留給我 我可以幫你們知道 到各大電視台 好認真 好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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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如果說有想去政治 是不是現在暑假期間 你們就應該找立委啦 找議員啦 在辦公室去打工 真的 讓他們聽聽年輕人的聲音啦 對啊 那出來不是就比較好找工作嗎 總比說你去珍珠奶茶店 搖了100杯 搖了1000杯 然後你來跟我應徵 我說你為什麼 我只會搖珍珠奶茶 那你搖1000杯 你要跟你的記者相關工作 你乾脆就創業自己 當奶茶店老闆 對 除非你去加油站什麼 你要當加油站小開 我沒有意見 可是真的 大家在學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棄這種 實習工讀的機會 你會比 你看你二年級進去打工 你在電視台打工兩年 比你在加油站 在珍珠奶茶店工作兩年 你的經驗就比別人多 而且你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別人多兩年的 這個相關科技經驗 是不是呢 對不對 好 謝謝小玉姐 說得太好了 剛剛差不多說了4分鐘 我們把它剪到剩40秒 好 當然我還是鼓勵大家 這個2萬3沒有關係 先去做做看 這個搞不好有一天會變成4萬6 好不好 好 這個沒有關係 感覺不是很捧場 可是你以為2萬3 就是他們最大的抱怨嗎 錯了 他們的人生 有更多的抱怨 我們繼續追下去 別把我當塑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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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